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皮划艇基地 在你们的左手边呢 现在已经有准备着的 你们划皮划艇的奖 OK好 女士悠闲 她分重量什么 有 这个稍微重一点 这个应该男生的 你们可以撕下手感 就一个呀 我以为是两个 就一个这一把行 就这个 拿来轻一点的好吧 这好像比自己的少 好 OK 好 现在你们手中拿的这把奖 我要教你们的是 怎么握奖以及怎么滑 OK 现在呢请稍微站开一点 前后 前后搓一下 对 确保你横着奖的时候呢 打不到旁边的人 OK 我们手中这把奖呢 就是皮划艇的奖 双叶奖 请仔细的摸一下 你这把奖的奖杆 仔细摸一下 好 有没有发现两边有什么不一样的 两边有啥不一样 两边有啥不一样 右边鼓出来 这有个鼓出来的东西 对 有发现有一边突出来是吧 比较略微粗一点 对 那边呢就是你们右手 右手边抓的地方 OK 对我们统称为右手标记 啊 并且我们正确的持奖的方式呢 是两只手正手抓握 啊 不能 不能一只手反手托奖 或者两只手防手托奖 因为这样的一个划船的动作呢 它是一个反关节的动作 啊 对你手关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嗯 好吧 我们要找一个正确的 握奖的位置 就是白色 先找到它的中心点两只手 啊 靠在一起的正确往 对 然后放在额头这个位置 好 一定要放在额头位置啊 不要离开额头 好 同时呢 你的肘肩尽量的往外打开 好 两只手同时往外摸 往外延伸 延伸到你的大小臂 成个90度 啊 对 然后大臂跟身体的躯干呢 成个90度 很好 记住你现在这个位置可以放下来了 好 记住现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你们握奖 滑起来的时候最舒服的一个位置 熟悉一下这个位置啊 好 这是关于握奖的啊 好 各位有问题吗 现在要教你们滑皮滑艇的技能 首先呢 我们拿到皮滑艇的时候呢 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讲 嗯 它的这块奖叶呢 它是两边不一样对吧 好 带凹槽的一面呢 是槽的身后的 好 并且呢 这块奖叶是垂直于水面 OK 滑的时候呢 让你的这块奖叶完全的垂直水面 并且 尽量的往前伸 好 然后从前往后滑 滑 滑到臀部的位置呢 起脚 滑另外一边 滑 对 好 像我刚刚这种 滑简的姿势是皮滑停 可以使你的皮滑艇前进了还是后退了还是转弯的 前进啊 对 这种是前进 好吧 那么 我都想要皮滑艇停下来或者说倒转滑的时候该怎么做 诶 倒过来 对 但是呢 需要有注意的一点是呢 不要把你的脚这样翻过来 OK OK 好 这是后退的 那么 转弯的话其实很简单 就是 你们一个人或者说两个人同时指挂你的一边 哦 啊 他会往另外一边转 明白 明白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要比赛 我们是友谊第一的组 比 多尝试 就总尝试 你想说什么 再访一下你 哈哈哈哈 虽然我还没有说比赛内容啊 但是我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意向 有 有意向 好好好 好我们今天比赛的内容呢 我会给你们设计一个 短道竞速 好 现在呢我们就马上出发到码头 好吧 好 全往码头 对 好玩啊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二 一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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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啊 69 我全身都湿了 我全身湿了 那我水凉了 你给我加点热水凉 好 什么样的人 你愿意为他摆脱你的独居生活 就是 哎聊到学中的择有标准吗 就这一个 懂事 不是你这个要求有点 懂什么事 懂什么事 你自己想象吗 就这一个标准 什么事 就是长得很丑 懂事就是 不是 长得既要好看 还有懂事 这个跟外表没关系 用上海话说 这就是三个字 拎得清 哦那那很洛洛大方啊 就情商很高善解人也 就是为人处事 林志林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哎林志林是我喜欢的 哎我上去了 我上次已经说了林志林 对我想起来了 第一集就已经说了 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所以就我已经忘记他了 哎如果他没结婚 你真的会追我 不会的 不会的 你是不是觉得你追不到 对呀你对他经济 还是年纪差的有点痛 对没错 就有时候 你会有自己喜欢的类型的 但有时候你尝试去聊 发现 聊不起来 突然就会对这个人 什么人 我瞬间没有好感 我这瞬间会没有好感 是你的理想型 一定不是能跟你在一起谈恋爱的人 能跟你谈恋爱的人 一定不是你的理想 我永远的说就是 永远人无法跟自己理想型谈恋爱 有故事说出来 没有我 觉得也不一定 当然碰到了 那是很幸运的一件事 就你可能可以追求到你自己完全 外表一模一样的理想型 你可以追求到 但是你可能 连灵魂都能 都能碰撞 我觉得这个很难吧 对很难 灵魂伴侣就是很高的要求 我就是这种 我真的很 那找个灵魂伴侣 像结婚的那种 也不是梁文 我一定要 不能 就两个人在一起 不会有意思觉得不舒服 但是你这个很抽象 你如果具体一点什么样类型呢 像我就喜欢梁朝伟 我喜欢她的全部 我入行做主持人 就是为了拥抱她 而且我报到了 报到了 而且我当时不好意思 然后梁朝伟是主动 就是很暖 那是我主持生涯的巅峰时刻 高光时刻 后来我还跟她拍了两部电影 但是你知道我怂到什么吗 她是什么 她的那个休息帐篷 就在我斜对面 我就探着头 一直等着她出来 然后她划过那个帐篷的时候 她是那种电眼 她看到谁都是想笑一下 然后我就 我就进去了 然后我都不敢跟她 私底下说任何一句话 如果你真的是特别喜欢 崇拜一个人 你就很难会跟她正面接触 所以你想想那种不敢的人是谁 是谁 我特别喜欢杨幂 你喜欢杨幂那种类型 我喜欢太多年了 因为我从星星三就很喜欢她 但你找女朋友也会找她这种类型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很想杨幂 她是你的理想型 对 但是我到目前为止 因为有在北京也有秘试局 有邀过 但是因为我知道有秘试 什么叫秘试 就是去玩秘试 然后秘试也在 我以为杨幂有专门的职教秘试局 就因为有秘试 然后秘试也在 然后就是Justin有叫我 我都不敢去 对因为我觉得工作上 还没有跟她碰到过 我不想因为就是在私底下 就是 你觉得没有一个正式的 对一个场合去认识 然后就变成了一种普通的 一个朋友的朋友的这种感觉 就会觉得 这样不好吗 这更自然 我觉得不好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 啥意思 啥意思 如果你见到秘试 你会干嘛先 控制自己 会很紧张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正常说话 你喜欢杨幂身上哪几点 如果举三个例子 三个点 对 因为每个人看到杨幂都是不一样的类型 我觉得长得特别好看 无敌 还有呢 我觉得情商很高 他情商超高 对 然后 三个这么难讲吗 没有他就很好玩 他性格也很好玩 因为就是很多人都说过朋友 有跟他认识的嘛 就说就是性格很北京大牛嘛 对 就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女生活泼一点很好 到你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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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中国人可能 那有外国男生追过你吗 我爸不太喜欢外国人吧 所以你谈恋爱是一定要争取家人同意的那种吗 我是想法占卜 好 欢迎我们的四弟给我们表演 来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给亲也真 我给爱也真 月亮在 表現的心